郭台铭三亿给连声闻 柯批柯建民谁说谎 市长是不是听柯建民讲的 市长那三亿是不是听柯建民讲的 市长是不是听柯建民讲的 媒体人周玉寇今年一月点名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在台北市长选战期间 捐款三亿元给连声闻 遭郭台铭控告诽谤 求偿一千万 台北地院昨天开庭 传唤周玉寇的消息来源 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庭作证 柯批上午十点进入法庭 证称去年台北市长选前 他请柯建民引荐他见郭台铭 柯建民事后告诉他 人家是支持连 出了三亿元不想换人 他选后将这件事情告诉周玉寇 律师要求柯批与柯建民对职 柯批惊讶的做事以头撞桌面 结束13分钟的坐证体验后 柯文哲立刻搭车离去 我也没有必要查证 我报道的是柯市长讲的是谁 我没有讲这个是不是郭台铭 有没有捐对我来讲不重要 但没想到柯建民立刻召开记者会 打脸柯文哲 我是觉得这个实在都是一个 很荒谬很可笑的一出闹剧 特别人要知道 是否台湾管的时候 台北管的时候 郭台铭正是建立 打脸柯文哲国民党的场子 甚至今天三亿给台北市政务 事过台北买 这个三亿就是别准备 就是从这里而来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放下 我也呼吁 国内明明前任 人家策稿 周玉寇 也不要再讲这个事情 证人遭打脸 周玉寇下午录影时 崩溃痛哭 你们今天郭台铭跟柯建民 还用这种方式 糟蹋上节目的人 我为了通告来上节目吗 郭台铭 你是不是个男人啊 法官将在28号 传唤柯建民作证 再决定是否让双科对职 动新闻 我听说的 这个常常就传来传去 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